画面中可以看到马路上车来车望 眼看银色轿车才刚要通过路口 就有机车骑士突然冲出来 直接撞上轿车 事发后刚好躲过的计程车司机 也将自己的行车记录器放上网路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发现机车骑士 似乎是完全没有减速就直接撞上 就有网友笑说难道机车有金刚不坏之声 而这骑士也真的很杀 而这起车祸事故就发生在 9号早上10点多台南北区城攻击公园路口 当时修信女骑士疑似闯红灯 就直接撞上准备通过路口的诚心驾驶 撞击当下轿车左侧严重凹陷 而机车也转了一圈 女骑士当场重摔在地 好在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而双方也都没有酒驾 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有待警方后续来调查理清